披着以色列国旗的皮卡车 被空头炸弹炸到解体 另一面美国国旗 爆炸碎片喷向高空 夜门胡塞组织 释出最新军演画面 敌人是谁很明显 从尾巴开战后 胡塞组织就不断攻击 通过红海的货船 他们还在台湾时间周五和周六 连续两天遭到大动作轰炸 派卡尼号驱逐舰 美军用巡异飞弹 袭击胡塞雷达战 这次不像前一天一样 和英国联手 而是美国单独出击 美军连两天出动 让野门人担心日子不好过 只是当地对战争早就不陌生 战据军队武器库 内战一达就是十年 胡塞背后一直有伊朗撑腰 不只跟伊朗拿巡异飞弹 2022年还用伊朗无人机 攻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境内 美国和以色列对抗伊朗领军的极端组织 也让中东紧张 持续升温